大家好,我是小静 女人一旦上了年纪,尤其是生了孩子之后 这道茶一定要给自己喝起来 前段时间总是脸色蜡黄,没有力气 还大把大把的掉头发 幸亏老中医给我推荐了这道茶饮 喝了一段时间气色明显变好了 今天就把这道茶饮分享给大家 首先准备10克黄旗 2克当归 黄旗和当归的用量大概保持在5比1 再加入5克党参 先加入清水,把食材浸泡10分钟 10分钟之后,把食材清洗一下 黄旗补气,当归补血 党参既补气又养血 这些中药材灰尘比较多 所以我们要多清洗两遍 清洗干净之后,用滤网过滤出来 然后把食材倒入养生壶中 加入约1000毫升的纯性水 先把食材煮上10分钟的时间 接着再准备5克红枣 加入清水,把红枣清洗干净 红枣含有丰富的铁元素 尤其是女性朋友特别容易贫血 可以多吃一些红枣 红枣清洗干净之后,把盒去掉 红枣盒特别容易上火 非常的燥热,所以最好把盒去掉 这样就不容易上火了 接着再准备5克陈皮 3克玫瑰花 加入清水,把食材清洗干净 陈皮可以健脾礼器,造势化坛 玫瑰花可以疏干解育 特别适合女性 清洗干净之后,把食材过滤出来 接着再准备一块姜糖 家里没有姜糖的,可以使用姜丝加红糖 10分钟之后,把其他的食材倒进来 继续煮上10分钟的时间 做这道茶,一定要先煮黄芪当归党身 尤其是黄芪需要酒煮才能发挥它的作用 女人一旦上了年纪,就非常容易出现气血的问题 像平时脸色不好,经常掉发,浑身没有力气 要多给自己煮这道茶 不用天天喝,每个月喝上几次 气色好了,小脸红润了 身体越来越健康 喜欢的朋友记得收藏哦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见,拜拜